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港通关于10日 有报导称大陆核酸检测站数目大减 新在大陆的港人难以在反港前 获得48小时核酸检测 姚虎不跌 不派去港府宋大礼 在中国新年前阵 宣布取消大陆来港核酸检测要求 不过网民就表示 真是多得理不少 星道报导指 在大陆设有6个港人服务中心的工联会 其立法会议员邓家标称 很多新在大陆的港人难以找到核酸检测服务点 故向中心求助 但认为情况与去年大陆公布的防疫新十条有关 大陆居民普遍已经无需进行核酸检测 都知检测服务点大幅减少 他担心大批港人会因此滞落内地 令通关变坏事 报导引述消息称 有议员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反映 身在大陆的港人的检测控警 查问当局会否考虑以快测除代核酸 有出席人士透露 陈国基表示 政府正在考虑取消相关安排 消息指 很可能中港两地往返都不再需要核酸 政府很大机会 在中国新年前香港人送大礼 政府发言人在回复媒体查询时表示 会继续全力推进中港两地逐步 有罪全面实施通关的工作 同时与大陆相关单位保持沟通 检视通关第一阶段实施情况后 再决定皇后安排 息时公布长程 翻查入境处数据 发现通关10日期间 经洛马州和深圳湾进入大陆的香港居民 已有超过9万人 不过很多市民对于取消大陆来港核酸检测 表示不满 称 这都叫做送礼 大陆报约 试黄遍野 一旦放宽入境检测 必定和及香港 尤其香港地小人多 人口密集到大 很容易爆到七彩 看你 药房腰24小时营业 这次真是药房好生意 还有市民留言表示 不用这么客气啊 内地坚持回动态清零 先是向全球送大礼 日前 葳荣燕发文表示 一些黄丝手足移居英国后 仍然搞年少时集 卖中式传统美食等 指责这些人 如果不是中国人 贴什么辉春过什么套年 对此 与冯熙健在Facebook发文博弃 不是中国人就不能够庆祝农历新年 最近超过2,200英港人 在中国新年来临之际 逼爆英伦年少序 不少港人表示现场气氛很好 好像回了香港一样 建制派传媒人 与专栏作家蔚荣燕就此发文称 这群气国者、叛国者 以身为中国人为此 口口声声 我不是中国人 但到头里一个农历年 已经令他们在自己的基因面前跪低 不认不认还税认 如果不是中国人 贴什么辉春过什么套年 冯熙健在Facebook发文博弃说 凡常识都知道 庆祝农历新年的决不止中国人 光是亚洲就有台湾人 越南人、韩国人、新加坡华人 马来西亚华人等 冯熙健同时还谈到中国人身份问题 冯熙健表示 从前他都习惯自称中国人 但近年考虑到一个问题 决定不再随便以中国人自居 因为他担心自称中国人 有人会误以为他自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冯熙健特别提到 他在行文中有时写中国当中的国字 用一是正体字 但有时就用简体字写中国 他表示这个绝非不误 而在刻意为之 因为他认为 正体字的中国 两字远远流畅 是真正意义的中国 但现在的中国 却是以马列为师的黄俄党 冯熙健认为 今日中国的真正名字 该为黄俄 以问共产国才对 不少网民留言 称赞冯熙健提得透切 有网民表示 冯先生就说得对 是共产党用武力夺取中国人的称号 共产党是外来之物 不是中国本土的 所以我们是中国人 而不是中国人 最近香港两名医生的医疗失误 被控误杀 引起不少医护人员 夜花燕和黄红不安 学者沈玉菲认为 此事同早前有医生签免证止 竟然被刑事检控为诈骗 两者其实是同一框架的剧情 最终结果只会令 公立医院医护牵起寒蟬效应 并且会有更多人会离职 挑吵疑问 另一方面更加是中门大开 同以往之的从大陆招收近多医护人员来讲 而且是以拯救香港人民生命的姿态 军临天下 岑玉菲在自己的节目中谈到 这次案件源自一位弯心病和穴形肝炎的病人 于公立医院获得厨房高剂量类故纯药 但当时医生未察觉该名病人是月形肝炎大菌者 没有同时被病人开抗病毒药 引发病人急性肝衰竭 大半年后不知 沈玉菲表示 以往这类案例 医疗监管机关会裁定医生疏忽 专业失当 今次本来都是判除牌缓认 但想不到 却忽然改重判为误杀 医生立即变成了杀人犯 沈玉菲联想到昔日的苏联时代 医生成为批斗对象 斯大林将全国名医全部证书 都自己死事 根本没有名医处理 就是经典案例 沈玉菲认为 现在新香港政府批斗所谓的黑医护 不过照办主管 沈玉菲表示 从好几位医护朋友传来的不同信息 对协助理解本案的来龙去物 非常有帮助 不过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在新香港环境内 已经不会有人敢说真话 沈玉菲认为 无论这两名医生是否被判罪名成立 医委会的专业自治 都肯定会成为冲击对象 结果可能就是整个发牌制度 都要顺应社会意见 响应法官建议 收归政府直接控制 而公立医院医护只会更加牵起寒蟬效应 一方面更多人会离职 挑吵或者疑问 留下来的人都只会尽量 保守断证以自保 另一方面 医管局人手不足的问题 只会更严重 一来一回 引入国内医护就只会继续中门大开 而且只会进一步降低一尺门减 更可悲的是 他们是以拯救香港人民生命的姿态 棍林天下 沈玉菲质问 在这样的社会 香港人才中会选择独医吗 人才中会留帝吗 因为2016年汪角鱼弹革命事件 悲凶暴动罪性 重判入狱七年的盧建民 终于在今年的1月19日刑判出狱 他借用电影《扎路未曾》一句对白 寄予港人 就算世界多坏都好 你都不要做坏人 19日亲友迎接盧建民出狱后 来到东冲一间茶楼饮茶 盧建民坦然对于未来计划不清晰 指香港这样的环境之下 有什么可以做啊 无处容身 不过他表示暂时没有计划移民 他又表示在監獄中的这几年 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但是无缘无悔 对香港目前的走势 他坦言 我以为香港会改变 又表示无法评价他日欲后发生的事 指对错历史自由公论 最后他借用电影《扎路未曾》中 主角扎哥的一句对白 就算世界多坏都好 你都不要做坏人啦 与港人共勉 很多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表示 感谢你为香港人的付出 好人一心平安 袁文庆祝你 身春愉快 身体健康 心上事成 先好好休息 从心出发 我们一起加油 数日前居住在英国雷丁的港人组织发起众筹 资助一名参加过李大维成的年轻人入读英国大科 众筹短短一日已达标 获得超过1.2万英镑 雷丁港人组织在念书专页上表示 大家一呼百应 受助青年及妈妈 和所有义工都好感动 受助青年Chris 特意写了一封亲不信 答谢大家 1月16日 雷丁港人组织在念书专页上发出筹款昌议 帖文说 有位手足求助 他因李大维成事件被迫来说 现在已经和母亲在英国商议为命两年 母亲体药 虽然身兼多职 但入不付出 2月1日 公读传理系的Chris 就要缴付3580磅学费 因此组织发起紧急援助筹款 希望港人发挥互助精神 帮助Chris继续学业 1月18日 雷丁港人组织在念书上宣布筹款以超额达标 感谢每一位帮助 关心和支持Chris的同路印 帖文写道 短短一日内已经筹到12,668英镑 足以让Chris支付他这个学年如下的两期合徽 这个结果完全超出我们的预期和想象 见到大家一呼百应 Chris 他妈妈和义工都好感动 帖文透露 众筹前陈和Chris商讨一旦众筹失败 他就要做好休学的心理准备 结果除了reading的街坊 我们收到很多来自英国其他城市 甚至在其他国家的香港人的捐款 也有很多人PM我们表示可以包底 或者为他们两母子提供其他支援 我们再一次见证到香港人一呼百应的感人场面 帖文赴上Chris的亲不信信中Chris感谢大家的慷慨解浪 他向大家保证会专注完成学位 遵力回馈社会 继续关注香港 尽力参与英国一切抗争事业 他还承诺会自食其力 绝对不会辜负各位的支持 今次大家的帮助 我和家母没此难忘 很多港人在帖文下留言感激Chris为香港付出 希望他用心读书 好好生活 将来成为一位良心记者 还有留言表示 无论香港人生在何处 都不要放弃希望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